麦子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成都汇智动力的刘德宝 咱们之前呢 学习了一些UFT的一些基本的应用 包括一些原理性的东西 咱们今天呢 主要是学习一下UFT当中的四种对象同步的方法 那四种对象同步的方法 那么在讲这四种方法之前的话呢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这个为什么需要这种同步 为什么需要这种同步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UFT运行过程当中啊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脚本在执行的时候的话呢 因为某些对象识别的周期太长 或者是什么呀 有些对象的时候是属性啊 所以这个UFT比对的时候呢 耗费的时间太长资源太多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导致什么一个现象呢 就是说我对象还没识别出来了 我的测试脚本已经急着往下走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对象找不到 胶本运行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刚才所说的什么 四种对象的同步方式 那么呢 这里面呢 我用这个记事本给大家写一下 每四种啊 第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系统什么呀 设置里全局的 应该是20秒钟的同步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呢 是我们用一个函数叫weight weight等待 那么第三种呢 是用某些对象的属性 叫weight是什么 property 还有一种呢 是我们专门用一个什么呀 BS结构的啊 叫SYNC啊 SYNC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 系统设置里面 有一个全局的同步设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把UFD打开 好我们看一下啊 无所谓是哪个协议了 哪个插件了啊 好我们这里面新建一个脚本吧 默认的就可以了 好我们首先呢 叫脚本性的是空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文件当中应该是有一个叫设置 setting啊 有个设置 然后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应该是运行这一块 大家看到没有 有一个对象同步重视 20秒钟 这个是一个全局设置 如果说啊 如果说你没有设置其他的同步点的话呢 那么我们一个对象 最长的试别时间是20秒钟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那么我们的对象就会 这个UFD就会提示 对象无法识别 也就是全局 也就是针对当前运行的这么一个test 这么一个测试集来讲的话呢 所有的对象识别的周期 最长就是20秒钟 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改是吧 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20秒钟同步就可以了 基本就不用去动它了 但是呢 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可能是什么 对象识别不出来会傻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几秒钟识别不出来 有些时候可能就说明这个对象有问题了 那么我没有必要耗费这么长时间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运行绘画期间 禁用智能识别 把它给勾上 也就是我不需要启用智能识别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 一旦使用了智能识别了 就说明你的识别对象 识别的方法 识别的属性 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什么 把这个勾给勾上 这是第一种系统的全局设置 同步时间是20秒钟 那么第二种呢 刚才我们说的叫wait 这个呢 叫等待函数 就等待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直接需要写一个wait空格 几秒钟 那后面就跟多少的秒数 当然大家也可以查看一下 它帮助的一些简单的说明 那么呢 我们这个呢 给大家写一个案例 大家看一下 好不意外 我们还是先录一个小脚本 这个脚本我们录一个简单一点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是我们自带的这个什么 小飞机 这个系统 大家随时都可以拿到 对吧 所以说觉得用这个比较方便 好 登录 登录成功以后 我们关掉 停止 这也是生成了四个代码 那在那边我说过了 set skill 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能够什么 认识的明文的 保存一下 那这次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需要 假如说需要在两个操作之间 两个step之间 我插入一个等待时间 这样便用做一些操作 或者是让它有个延时的作用 其实也可以立即为是同步的时间 那么呢 我们可以用wet 空格比方是10 那这个是就等待五秒 那么我们来看 比方说我们写个 不用五秒吧 不用就10秒 我们有五秒 好 好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 好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它的 那运行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执行有点快 我们再重新执行一下 再看一下 好 这时候再等 大家看 执行了第二步的时候 再等五秒钟 五秒钟完了以后 就调转到下面的步 这个的话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用wet 来做延时 当有些对象识别比较慢 或者是什么 有点问题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 使wet这个方法来做处理 那这里面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 它超过五秒钟 不自动就会什么 走到下一步去了 这样的话呢 说实话 在有些时候呢 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这个对象 它不能动态的就确定 到底是什么 它所产生的时间 周期是多长 也就没有办法 就判断 我同步到底 要同步多长时间 效率呢 从某种角度来讲 就不是很高 用俗语来讲 叫死等 就是干等的 这么等级秒钟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针对这种 针对这种对象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等待的周期 可能有点长 或者没办法 灵活控制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 叫做wet property 属性的方法 那属性的方法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这样子 我们还是把这个代码往下延伸 往下延伸 我们来看一下 往下延伸 也就是说 我们再往下做一些 这个操作 我们补录一些 补录一些代码 点录制 这几个代码是重复的呢 出发城市 到达城市 选择一个航班 随机 选了一个 test 好 这个 作息 头等舱 商务商 还是经济舱 无所谓 好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 当你点了 insert order 这个界面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个进度条 发现没有 最终 它的属性 应该是变成 insert down 那也就是 当我们 当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当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 这个进度提示 这个空间 这一块 它的这个属性值啊 没有显示 是insert down 的时候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能 执行下一步 对不对 但是我们实际测试过程 它有可能是什么 会执行比较快 就导致一些错误的产生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 这个属性值 是不是等于insert down 大概判了多长时间 比方说正常情况 可能也就 三秒钟 两秒钟 那这个整个进度 这个测试过程 就应该完成 或者这个什么 数据插入的过程 就应该完成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什么 设定一个时间 在三秒钟之内 我们等待它 这个状态 属性值状态 变成insert down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怎么就设计 怎么就写了 好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关掉 刚才补录的代码 我们把它补录成 接下来把刚才 多了这几个怎么办 这三个就是多的嘛 是不是 我们把它删掉 保存一下脚本 录完了一个 大家注意了 最好先保存一下脚本 那么接下来 我怎么去判断 刚才这个点 是等于insert down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登录进来 那之前给大家讲过 用什么呀 用spy是不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用spy了 看一下 也就是看这个对象的 属性值变成了什么 insert down 那么是哪个属性值 哪个对象 哪个属性 对应的哪个值 变成了insert down 那么我们用spy来看一下 你自己想象 是想象不出来的 把挪边上去 按control 往边上挪 然后呢 想要哪里什么 点哪里 对不对 好 点一下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说这个对象 识别出来了 叫什么呢 叫active x 什么 seed panel 什么 control 也就是应该是什么 进程的控制面板 或者是线程的控制面板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一个进入体式的 什么 这个插件 控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它的哪个属性 对应的是我们的insert down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大家看一下 属性有好多 咱们也分辨不出来 其中有一个是什么 叫text 那么text 它们只是控制 所以说现在你没法起分 那这时候我们最好的做法 就是什么 你插入一条数据看一下 对不对 你插入一条看一下 好 点一下它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哪一个属性对应的 我们想要的 这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text 是我们想要的 那这个时候 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它是在哪一步完成的 你看 应该是insert order.click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插入订单的按钮 按完了以后 我们来等它的同步时间点 是不是 好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往下走 应该是怎么写 好 我们用它的一个什么 wait property window 后面跟这个点 wind什么呀 button吗 不对 应该是 active x吧 哦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这个东西啊 对象 我们并没有补到我们的什么呀 对象库里面 对不对 就这个对象 我们没有补到对象库里面 所以你直接写 可能不得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嘛 用对象库管理功能 对象存储器 然后呢 把刚才所说的这个对象点给把它什么 抓到我们的对象库里面去 把这个 对象用哪里点哪里 我们说过的对 好 保存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插件 这个可能有点问题啊 大家看一下 它补出来的话只是这么一个小的纸对象啊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它一个完整的对不对 好 我们要的其实应该是这个是吧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啊 这个对象不需要 那么我们要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要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写 好 大家看一下 应该第二个对不对 点什么呀 点位置property 首先跟它的哪一个属性 然后是跟什么 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属性值 那么这个时候属性值是多少呢 你最好要按照它的这个原样来 那么我们用spy把它的属性值给取出来 然后呢 你看在这个地方 好 选中它 copy 好 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这个panel 这个什么呀 属性的 哪个属性的text的属性值 变成insert档 那么多长时间啊 我能不能一直拿来等来 那也不行 否则就直接可以用系统的什么呀 20秒的头目时间了 那么我刚才讲到的时间是用什么 是用什么呀 用它的什么 用它的几秒钟的时间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比方说用两秒钟 或者是三秒钟 对不对 那么两秒钟我们这里面注意了 用的是好秒数可以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what's property 它的一个什么具体的方法 timeout 我们来看一下啊 默认是等于负一 大家看一下用的是什么 好秒数啊 不是秒数 是好秒数 没有问题 好 保存一下 我们其实还要看一下 它这个方法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这每个案例 我会看一个啊 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面常量的话是不需要 这个常量 数字常量是不需要 加什么 加双引号的啊 所以说这里要大家写的 要注意 前面是属性的名称 中间是属性的值 后面是你要等的 多长timeout的时间啊 那这里面是不需要 加什么 双引号的 所以大家用的时候 要注意一些啊 OK 那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什么 这个同步的这个点 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搞定了 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white property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可不可以 通过一幅语据来判断 它的这么一个什么 结构情况 根据它的什么呀 这个同步的情况 我们通过一幅语据 是不是可以判断一下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帮助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return type 返回类型是一个boor类型的 返回类型是一个boor类型 说return真 假如说这个属性到达 或者是怎么样 确实匹配到我们的 这个值的时候 在2000毫秒之内 确实匹配到了 那么为真 那这时候我可以这么写 大家看一下 一幅什么 一幅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后面跟什么 认 如果说 如果说同步春空 那么这个时候 我执行什么 下面一句话 当然IOS是什么 IOS比方说我们 报告一个事件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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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跟什么 报告一个什么 失败的事件 什么事件 这个同步点测试 假如我这么写 stepnamb是这样子的 进度条 执行时间超过 超过两秒 这样好帅一些 好 我们就可以这么写了 那后面要加一个什么 n的if 加个n的if 这个就是我们利用 what property的方法 那么我们来保存一下 运行一下 看看 这里面好像有一个12行有个错误 没有了 把这个关掉 接下来我们来回放一下 你看我这里面还加了一个what是不是 然后呢 也用了一个what property的方法 等了五秒钟 然后输入密码 点了ok 你看 应该是这个时间就超过什么 超过两秒钟了 所以说他执行了下面一局去了 对吧 执行了下面一局去了 全部展开 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失败 同步时间超过多少 要没有了 而且这个县城 这个地方执行时间 大家看一下 也是怎么出一个警告状态 所以是这个的话 实际上是用了我们什么 这个叫同步的 那如果是你比方说 就把它换成四秒钟 那应该问题不大了 对吧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回放一下 这个周期还是蛮长的 还是不得行 那这个回头大家自己可以多设一点时间 是吧 等下设个六秒八秒的都是ok的 十秒钟也是可以 是不是 那这个呢是给大家讲的 叫wait property 用了这么一个就是对象 具体的对象的本身的某一个属性的值 同步的情况 只要他出现这个值 我们就怎么怎么样子 可以 而且还可以根据他的返回结果 我们使用什么 一符一句来控制业部逻辑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wait property 那么还有一个呢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叫SYNC SYNC 那么SYNC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一般情况是针对BS解构的 它用来是同步浏览器当中的对象的什么加载的什么情况 只有当我们浏览器当中的对象加载成功以后 再执行下面一步 所以是SYNC的话 实际上在我们实际测试过程中用来还是比较什么多的 特别是在测一些BS结构的时候 那界面那些控制加载收集比较长的情况下的话呢 你最好用SYNC这个语法 否则的话你加载时间太长的话 你脚本什么样 可能只是设定是20秒 或者是更多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导致一些什么 对象识别不受伤 从而导致收集脚本的失败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SYNC实际上是用来同步我们什么 一些这个或者BS结构什么系统对象的 只有当它同步下来 或者什么完全加载成功 漏到成功以后 我们再执行其他的操作 保证了我们什么 测试对象是可以什么 证据识别出来的 OK那咱们呢 这次呢主要是给大家讲的一个这个同步点 一共有四种 大家呢我个人觉得啊 你用的话呢 如果说你就想简单一点的 你直接就用系统怎么自带的这个什么 20秒钟 如果说呢你想做一个 做一个脚本的延时的话呢 那你最好就用什么 Y字 那么如果你想什么 判断某个对象的某个属性 是不是等于某个值的时候的话呢 而且呢也给它限定一个时间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用Y的Property 那么对一个BS结构的EM系统 如果说对象比较多 加载比较慢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个什么 对象的什么SYNC的这个什么方法啊 来什么来控制一下这个什么 加载时间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在UFD当中 常见的四种的这个同步 或者是什么等的 跟时间相关的操作 那跟时间相关的操作 或者是什么 对象识别的一些操作啊 那么这次课呢 给大家就讲到这边啊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